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喔 青年志工 好的 我們非常感謝院長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院長 青年志工 改變世界 這個不是夢想 而是實際的一個成就 因為有青年 所以國家社會有活力 因為青年有活力帶動我們全球 所以讓全球不論是在各個領域 有活力 有理想 有目標 而且腳踏實際就這樣 不論在教育 科技 社區 環保 各個面向 因為有青年的加入 所以力道更強 那其實各位在做志工的時候 讓每個社區去服務 也的確會有很大的帶動的效果 所以我們很希望這股活力呢 剛才許校長講 他到紀大來就知道 湖裡是台灣的地理中心 地理中心就等於是台灣之心 有Hard of Taiwan 所以我們希望從新出發 從新 心裡頭出發 讓所有青年志工的理想 道復跟活力 還有志願服務的熱忱 就像總統在政見當中提到的 四年前他提的小飛翔 希望我們的青年志工就像一個個小飛翔 在需要的地方 他就立刻即時到達 或者幫助解決困難 或者帶去溫暖 或者給予協助 或者帶領社區 推動各種志工的服務 所以小飛翔深受全球歡迎 我們台灣的青年志工 一定會得到各界很多的肯定 當然一日志工 終生志工 我們的青年志工 有十幾歲的 二十幾歲的 我們還有年長的志工 你看實際的鄭元山人 他也是志工 佛光山的仙明大師 也是志工 你看中台堂師的韋傑大和尚 也是志工 而這些志工 不只本身做志工 還分別帶領了 數以萬計 十萬計 百萬計的志工 在像九二一地震 像八達水災 像包括遠在幾萬里外的海地 都有這些 我們台灣志工的身影 像對著日本的 東北的大地震 帶來的海嘯跟核子災害 我們台灣也好多志工去幫忙 甚至於出來捐錢 連馬英九總統都做志工 在紅十字會辦的 接電話的志工 他都願意來做志工的服務 而且總統也關注 關注日本 從台灣這種非常深厚的友誼跟關係 特別派王金平院長帶領一個團 來代表我們台灣各界 對日本遭受避震災害的 表達最自成的關懷跟協助 這些幫助日本的也是志工 讓台灣志工的熱血跟關懷 也同樣在日本 讓日本的朋友能夠深刻的感受到 所以志工無緣活絕 一日志工終身志工 希望各位的熱情跟活力 以及對地球 對國家 對社會的關懷 能夠從台灣之心去發 能夠這樣去台灣的動向 祝大家健康愉快 志工的生涯充實圓滿 謝謝